李宗盛議員 下午的這一場 主要在談氣候災難下的法治危機 及行動關徵 那剛才我們 陳大律師已經做了非常詳細的一些描述 真的讓我們看了觸目心驚 看未來整個地球的變化 因為後面幾位羽談人 都是法律界的這些專家 所以我特別從產業的角度 提出我個人的一些觀察 所以下面我向各位報告的題目是 產業面對產業變遷的挑戰策略 那我個人剛才提到我是蔡林生 我在工業總會服務 那我過去長期在經濟部工作 從國貿局到投審會 到市匯局 那現在在工種也有一段時間了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我只分配到18分鐘的時間 那所以我想我就把我的報告 集中在下面的這幾個部分 一個談就是COPUS 6就剛剛會議剛剛結束的 這個他的一個重點和成果 一個是台灣 面對碳中和的挑戰 還有就產業面對碳中和問題的關切 還有就國內產業界對碳中和議題 的一個意向調查報告 這是我們最新的 我們剛剛公佈的 就是說我們 大家很關心這議題 那到底業界 真正的看法如何 我們最近在完成了一個報告 那也會待會來這裡跟大家 分享 那最後我會跟大家談一下就是說 產業對溫管法修法草案 也就是溫室 也就是溫室氣體的 這一個氣候變遷應應法 它的修法 那業界的一些看法 那就 這個議題確實現在可以說是非常熱門的議題 每天都佔據了媒體很大的一個版面 那工業總會是在10月1號 也在這個場地 我們舉辦的一場就是我國邁向碳中和的策略 和產業發展的論壇 那在我們開放線上 朋友參加 線上參加了超過1500多位 表示大家對這個議題的關心 那我也感受到他不是是關心 而是感到焦慮 因為 歐盟要課徵探官稅 2023年 破在眉睫 馬上就到了 但是大家不曉得要去如何 因應 這是業界普遍 都非常關切的部分 那就這部分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有幾個問題 一個當然就環境面來講 為了控制全球暖化 那巴黎協定將目標定到本世紀末 要在比工業化時代之前 的升幅 要控制在 1.5度之內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說目前國際趨勢 全球有135個國家已經宣示 規劃是在2050年 最慢是2060年 像中國大陸 要達到碳中和目標 那當然我們蔡總統也宣示了 在地球日 也 也提到我們同樣在2050 要達到這個目標 那而且目前有13個國家 包含歐盟 他們也都決定 要把這個目標入法 把這個目標入法 那尤其歐盟在2030年開始 要適行碳關稅課增 讓我們業界可以說是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們是一個以外貿導向的一個國家 我們東西要去外銷 如果被課增關稅 我想會增加我們的負擔 會降低我們產品的一個競爭力 那另外一個單是在能源的部分 剛才我們 陳大利說談了很多這方面 就是說 能源部門 目前是最大的碳排放的來源 那面臨2030年 2025年我們要達到碳排放的目標 我們必須面對幾個問題 一個就是在 在經濟發展 在能源的供應 以及減碳三子之間 我們要取得一個平衡點 這對我們產業界是最麻煩的一件事情 尤其在討論碳廢到底要怎麼課增 要多增 當然會增加負擔 少增就沒有效果 所以這也是我們非常焦慮的一點 所以我們未來會面臨許多的 這個挑戰 那還有一點是大家很關心的 全世界已經超過300家 他們的重要的企業 要加入 R1-100 他們要求在205年 那全部會員達成100% 使用再生能源 那全球2000大 上市公司 有20% 他們都承諾 要到205年要達到 碳中核的目標 那這個就是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 的壓力 尤其產業會面對碳關稅 以及供應鏈的一個重整 這是我們很 很值得業界關心的 那我們再看看 就是說在最近剛剛結束的 這個COP26 他們得一個 得一個結果 這個會議在英國 蘇格蘭的格拉斯哥舉行了 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全世界有200多位的 這些所謂領袖 參加 但是我們看他最近的結果出來 我們可以說幾乎是 華善可成 因為他三大目標 他並沒有達成 那所謂三大目標 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希望能夠在2030年 能夠減碳一半 減少碳排放 減少50% 但是這個目標他並沒有達成 另外一個說 他提到說 富國要援助這些貧窮國家 要拿出1000億來 也沒有達成協議 也沒有達成協議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要確保半數 這一切的資金 會用在這些援助 這些所謂貧窮的國家 讓他們改善 他們的這個環境 這些都沒有達成 那明天搶搶搶 達成的一些協議 當然第一個 當然就是談到減煤的問題 大家同意 要減煤 第二個就是要 要建立全球 盤盤盤市場 還有就是更積極的 來達成減盤的目標 這是這次達成的 這個幾個 幾個結果 同時也要求 明年大家都 必須提出 改善減碳的目標 然後來限制 這個排放量在1.5度內 另外一點就是說 環洲遭受到 災難性氣候事件的國家 將能得到現金幫助 就1千億沒拿到 但這只是一個宣誓性 如果有發生 大家怎麼來幫助他而已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 這個 美國跟中國大陸也達成在 氣候議題上的一個合作 同時他們也 大家也達成了 要減少甲腕的排放 在2030年要減少30% 另外就是停止生理砍伐 而且逐步的 來停售燃油新車 這些進場 這是勉強達到的 的一些成果 但是還有一些沒有達成的 我們覺得不落一擊的 就是說 兩百多個國家的協議 並沒有達到科學家認定 足以遏制危險暖化的標準 另外就是說 印度在協議中 就減煤的部分 他態度相對是消極的 他把原來逐步的淘汰 改為逐步的減少 那協議 雖呼籲各國 要終止石化燃料的補貼 但並沒有訂定 這個明確的 這個時程 那就是台灣 面對碳中和的一個挑戰 剛才我想 我們大律師談了很多 那我們覺得第一個 當然就是能源的問題 因為在灰核家園之下 化石能源的比重 我們還是維持80% 因為按照這個 新的架構 就是我們的 灰核家園 我們才能源的結構 就是 再生能源的20嘛 燃煤30 而這個燃氣50 但是看樣子 這三個目標大概都沒辦法達到 因為在目前台灣的環境 我們不要核 我們也不要煤 我們也不要三接 換句話說 我們家 但我們家電從哪來 這是大家要特別去深思的 那所以今天來講 揮核家園的政策 自然跟碳中和的目標 它是相互矛盾 相互矛盾的 而目前再生能源佔比 在台灣總發電量 只有5.6 5.6裡面 還包含了水力發電在裡面 扣掉水力發電 可能剩下的有限 所以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我們在積極在推動風電 也好 太陽能剩下5分鐘 這個見度是嚴重落後的 另外一個就是碳定價 碳交易制 它的規劃到現在還不明確 另外一點就是說 政府欠缺整體社會 這個減碳的 這樣的一個長期的規劃 那些關切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碳費要怎麼徵收 碳費要定多少才合理 有人說100 有人說300 有人說500 但是我剛才談到 它兩者之間 定太低 他們對減碳沒有太大效果 定太高會影響產業 就是大家要去散腦筋 那我們待會跟各位報告 我們調查的結果 第二個 是否部分產業規模大小 餘力徵收 現在政府規劃是針對 這個所謂288家 所謂高排碳 排上大戶來課徵 但是會形成一個不公 同一個行業 有的課徵有的不課徵 它就明顯產生一個不公 不公平的 的一個競爭 那還有的就是說 現在的課徵則是政策製造業 那交通部門呢 那住三部門呢 那農業部門呢 是不是都要一體課徵 才能夠達到真的減碳的效果 還有我們在談到就是說 那服務業跟民事用店 它是不是可以隨便 來徵收 來促進 台灣整體的一個減排 因為減排要大家一起來 而不是少數人的任務 還有就是說 我們要跟國際接軌 避免重複課徵 就是說 今天業者為什麼願意 樂意就是說 接受政府 這個所謂要繳探稅 因為說 我在台灣繳了 我把錢留在台灣 避免我將來出口 要被進口國 課徵 這個所謂探關稅 那如果在台灣繳了 出口還要再繳一遍 當然會影響到業者 得一個 得一個意願 還有就是 能源問題怎麼解決 剛才 我們大力士談了 談了很多 因為能源的 供應的不穩定 價格可能高漲 這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說 我們循環經濟 準備好了沒有 因為在減能減排 循環經濟是扮演 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但是這一點 我們很多都卡在 相關的法規裡面 這個部分 必須要解套 才能夠解決 另外一個就是 中小7月 資源跟資訊在哪裡 大家都很焦慮 但不曉得該怎麼做 這是目前的一個 很嚴肅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工總 剛才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 10月26到10月15號 我們做了一個調查 針對事物相議題 我們收 對產業 我們回收的問卷 372份 那在這裡面 我們第一個問到說 你知不知道政府 承諾2050年 要達到碳中火的目標 那大概有六成的 表示他知道 我們問到說 你同不同意 氣候變遷因應要入法 很奇怪 88的人都同意 但大家知道 全世界來講 同意的大概就13個 多數大概都還沒有 而這些13個同意的入法 都是核能的國家 他採用核能 核電 另外一個 當然他的綠能的 大概都超過三成以上 所以台灣要不要入法 我覺得值得我們要 要審慎考慮 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徵收這個碳會有沒有幫助 有沒有達成簡單的效果 大家都說有 如果徵收 碳費方式 要不要同時開增能源稅 因為根據那個能源法 它是可以課增能源稅的 那這個部分大概多數反對 就68的贊成 那開增碳會以後 那要是我同意未來同步實施碳排放教育 多數大概都贊成 那是不是同意 所有產業的部分規模 同步來徵收碳費 那也有55%的贊成 那所主企業是我願意 展開減碳的盤點規劃 是不是能夠以工廠以大代小 因為小廠它沒有因應的能力 我們希望到大廠來帶動 就是像中興衛星工廠的概念 那這個部分大概 大家也都同意 我們希望也能夠得到政府的支持 那政府對採取何種碳費 會促使企業來進行減碳 就是說這是互選 那大家都選擇碳費跟碳交易 所以碳費要多少才合理 我們得到的多數 大概會認為就是說100塊 算了47% 300塊 100塊是這個新加坡的水準 那個300塊是韓國的水準 22% 900塊是瑞典的標準 那我們大概都主張 先從100塊開始 然後再滾動式的 再逐步的來參加 因為產業希望政府 如何推動碳中的政策 這個跟我們成大力學師的觀點完全一致 就是要從能源著手 占了83% 還有就是說 還有一個部分 當然是協助產業 來盤點碳足機 推動 推動製程 那這個最後一題是說 那收來的這些費用 你要用在哪裡 那多數大概都會在於補助獎勵 這些輔導 減碳的工作 加強研究 研發 等等 在這幾個 幾個方面 那這個我就不談 大概就中和 那對於這個 剛才講的 對於溫潛法的一個修法 大家有什麼意見 第一個 他是認為 追求零排放 是一個長期的願景 所以要求要有明確的路徑圖 而且要留意 這個近零排放入法的國家 都是 都是使用核電 而且再生能衝突的國家 就剛才有跟他談到了 第二個就是說 碳費的課徵 要光明公正 要協助 綠色 這個推動綠色的製程 和研發 那很重要的 就是說 他碳費的費率 應該參考產業競爭 對守國 和他國碳水邊緻管制 等等 還有一個強調 他不要指 不應該只針對製造業 他應該獲集到 其他的行業 還有就實施總量管制 與排放交易 必須要完整的配套措施 考量國內總量的不足 碳交易制度 應該要與國際接軌 並加速法規定定 研理碳交易制度的商業化的可行性 最後一個人 產業效能標準 應該維持現在條文 採取一個獎勵的機制 效能的考量 應該回歸這個 管理法 那下面我很快的 時間到 好不好 這個各位請參考 謝謝